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所谓中部地区最大不表示它在全台湾来讲不是最好的 它仍旧是全台湾最好的医院之一 我们刚刚提到说名字上看得出来是彰化基督教医院 可是相较于其他的宗教医院会很清楚看到创办人也好 或者是主要的负责人也好的名字或者是代号在当中 我们晓得其实彰化基督教医院也有一个很长的故事 就像您讲的一百多年的历史 那为什么当初在取这个医院的名字的时候 没有把某一个人的名字当作医院的名字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想这个是很赶佩这个兰医师的家族 兰医师的家族他们是一个很谦卑 很爱神的一个家族 所以他把一切的宗光归上帝 所以他不用自己的名字 不要说兰大卫医院 所以他们是不喜欢的 所以他是觉得说 我把医生的这个生命奉献给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做彰化 那基督教呢 基督教本身它就是个爱 所以是个彰化 有爱的一个医院 那这个他的使命就是说 他就是帮忙 需要帮忙的人 帮忙不是只有医疗帮忙 所以我们的任务 我们还有就是说 我们还有做服务 受惠服务 那还有一些独机老人的服务 这是我们的重点 所以我们有一个叫切夫之爱基金会 就是来帮忙一些 需要帮忙的一个做事团体 那另外一样 我们的一个任务不是只有做医疗 我们也是帮忙世界各地所需要 像我们在前年我们到这个非洲 我们到这个俗瓦基南 还有呢我们去年 我们到这个圣多美 还有呢中美洲圣路西亚 他需要我们帮忙的时候 尤其我们的一个姐妹医院 就是St.Ju火灾了 我们就赶快派团去 我们现在已经第三团 已经到他那边去了 还有呢南太平洋 这是一个很感人的 这个我也是觉得说相当感人 就是南太平洋有一个 那边的一个领导的一个太太 大肠癌 第三期 但是第三期 他们那边离澳洲比较近 如果是治疗 要400万的台币 但是呢 他一直祷告 这个领导的太太祷告祷告 最后有一天 我们接到电话 说是不是彰化机 可以帮忙 我们没有第二句话 我们说你赶快送来 所以他隔天就坐飞机 从南太平洋 这个八卜星期内 到台湾来 我们接受两个月的资料 完全给他 不需要费用 而且给他很贴心 然后呢 他这样的一个事迹 已经在他的国家里面 传扬出去 那这个是 这个就是上帝 要我们去帮忙需要的人 这是我们这个 所以刚才讲的医疗以外 我们也做这样的一个服务 您刚提到切夫之爱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这个切夫之爱是在1958年发生的 这个也是很感人的 这个我们常常讲说 这个在台湾有没有在另外一个 切夫之爱的故事 是1958年有一个乡下 深港乡的一个 12岁的小孩子 脚烂掉了 那脚烂掉了再过去 大概会感染就死亡了 好这个男医师 老男医师 他看到这样子怎么办 所以晚上在睡觉 他还在愁眉苦脸之后 怎么样来帮忙 所以他方案是 唯一的方法 可能用纸皮的 所以他在讲纸皮的 要怎么样呢 他的太太就是南医师娘 连玛医女士 他说那我这皮就给他了 对于一个不认识的人 他把自己的这个皮就勾给他 给他做治疗 最后这个小孩子被感动了 就变成牧师 很出名的牧师 在晚年的时候 也在夏威夷传教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感人的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要 这个对于不认识的人 就没有关爱 对不认识的人 对需要帮忙的人 我们应该更加的关怀 尤其弱势的团体 我们更加的关怀 就是我们医院里面 他的一个精神 还有他的宗旨 也是我们的使命 早期我们台湾有一些 国外的这个传道士 到台湾来 用医疗的方法传道 那当然对他们来讲 台湾那个时候 是比较落后的地方 所以他们把爱带到台湾 把医疗技术带到台湾 那现在张基 已经成为一个规模 这么大的医院 就像您刚刚提的说 开始往国外去帮助那些 弱势的国家 也是承袭这样吗 我们曾经从别人拿到了 现在还给别人 奉献给别人 是一样这样的精神吗 这个是很重要 因为我们114年 我们从别人 我们接受他们的帮忙 因为114年台湾 我常常讲 是一个很荒野 而且很落后的一个地方 那英国斯国兰的 一个传教士医生 他们掩渡重养到这边来 帮忙这个地方 那我们台湾现在医疗进步了 我们有能力了 我是觉得应该的 我们要已经要把这个爱 要传播出去 到世界各地需要帮忙的人 所以我们现在除了在非洲 我们在中国大陆 也有在做这样的一个事工 我们在越南也想做这个事工 在海南岛也做这个事工 我是觉得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的 因为我们过去100多年 接受人家的这个帮忙 接受人家的爱 那我们也要把这个爱传递出去 这个就是说很重要的 医疗里面最大的精髓 不是说你的祭祀很好 我想最大是人性的关怀 因为现在医疗的祭祀 老实讲的 大家都差不多了 因为仪器只要你有钱 都可以买最好的 那医疗的训练因为 也都是训练的 大家都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是 人性的关怀 爱的这种 这个热心 能够有没有热心来服事 这个我们需要帮忙的这个病人 所以现在这个跟世界的平坚一样 就是以病人为中心 还有我们这个政府卫生署 也常常在讲这个平坚 就是什么 就是人性的关怀 以病人为中心的医疗招呼 这是不谋而火 通常医院的规模越大 名气越大 就很容易在医院的内部 不管是护理人员或者医师 会很容易有这个专业的冷漠 也就是说病人可能跟 跟医生中间会有很大的距离 或者觉得跟医生的沟通 会有一些困难在当中 那您刚刚提到这些理念 都非常重要 但是怎么样把您的这样的想法 落实到所有的医护人员 在执行的时候 真的都能够把它放在心中 然后真的对病人跟病人家属 用您希望的这样的态度 这个是要不断地做教育 尤其是它一刚踏进 我们的医疗体系 我们就有一个训练 叫做这个员工的训练 那员工的训练最基本的就是 我们最大的资产 就是我们训练它张机的精神 张机的使命 张机它的宗旨 让它印在心里 就是说你不是来家吃头肉 你是来家 让你生命更丰盛的 那您觉得这样的训练 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效果 很明显地看到效果 所以我们六千个员工我常常讲 六千个员工事实上 它发挥潜能 因为这样子 它能够去帮忙 它有一个爱心 我说它的潜能乘以二 所以事实上我们六千个员工 应该是一万两千个员工 另外因为医院规模大了以后 当然病患一多 可能后诊挂号 甚至排住院的病房 都需要一点时间等待 那这些这么大的医院 在运作上怎么样解决 病患或者病患家属 在等待或者在过程当中的一些 麻烦或者不愉快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医院里面 我们有一个叫做医疗品质部 那医疗品质部就是来监测 到底你的未听探 就是等候的时间有多长 那如果说有长 因为我们就是做改变改善 还有我们有一个推展 就是你是我的天使 让这个医师以外的人 变成说你是天使 天使就是这样 我们要热心 要爱心来帮忙病人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有一个你是我的天使 的一个大家互相学习 还有你是我的守护者 守护者是医生 所以我们把它拍成一个短片 然后就是我们有大众传播 就给全体系的员工去观看 他就会印在心里 他就会把它当作一个 模范去学习 好 那我们休息会 再回来继续跟国院长聊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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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